台中市太平区一所国小 有一名灵性代理教师遭到了家长指控 上课情绪失控 竟然爆出口骂学生 还管制学生吃午餐的时间 造成有些学生没有饭菜可以吃 甚至有的挨饿上课 小学生为了运动会 在老师的代理下 在校园里练习跑步 大队接力 不过台中市太平区这所国小 一名灵性代理教师 因为不满意学生练习的过程 竟然脱口骂出不恰当的言辞 可能他在言辞上 他讲了一些 你不要靠满力这样的话语出现 那以至于他有提到畜生这些字眼 那这个部分就是老师的说法 跟学生认知上是有点不太一致 那学校已经在调查中 学生不只被骂 吃午餐也被刁难 甚至有人来不及吃 最后二肚子上课 家长知道孩子在学校发生这样的事 气得投诉到教育局 要求学校说明 最后证明代理教师辞职 但他还是不承认自己有错 他没有承认 可能他自己觉得 考量之后是觉得 可能真的没有办法再等 就是自己觉得没有办法再打下去 所以他就辞职这样子 教育局表示因为代理教师已经辞职 所以无法透过教评会进行惩处 目前学校已经着手 珍视新的代理教师 记者邱石培 彭幻群台中报道